嗨 我是阿丽丝 今天一开场就用全素颜跟大家见面 就知道说今天是要分享保养啦 那今天要分享保养真的是很强大 有长期在追踪我影片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 我是兰蔻小黑瓶的爱用者 但也因为这样很常会有人问我说 诶 小黑瓶跟小中瓶到底差在哪里 用起来的感受如何 到底比较推荐哪一个 再加上今年亚诗兰黛推出小中瓶的全新升级版 我想说借由这个机会呢 要两个都使用过才能跟大家分享说 比较完整跟公平的心得 那经过我这一个月各半脸的实测观察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两个全新的精华液分别是兰蔻的全新小黑瓶 以及亚诗兰黛的小中瓶的PK 与其说是PK不如来分析一下 这两罐在我脸上使用起来的感受啊 以及我观察到的优缺点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影片开始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穿戴 以及更多生活动态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哦 先说这支影片虽然是跟兰蔻的合作 但是我都有给这两罐精华非常公平的竞争 我也真的很感谢说品牌能接受这样子的主题 因为我主要会是希望给大家在于资讯上面 对于两罐精华液有更完整的参考选择 那我在收到合作邀约的时候 不管我会不会接到这个合作 我就已经停用我手边正在用的小黑瓶 至少两周以上 因为我希望可以给这两罐精华液一个 维持整个实测的公平公正性 接着我就会记录并使用 2019年推出的兰蔻全新小黑瓶 以及2020年推出的全新亚世兰黛小棕瓶 在我脸上的变化以及改善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使用前的肌肤状态 刚好正直生理期前 整个肌肤状态是在一个蛮不好的 就是有泛红啊皮肤粗糙啊毛孔啊干燥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我在实测这两罐精华液的观察下呢 我有几个比较在意的点像是质地 吸收力 保湿力 改善肌肤毛孔问题 改善泛红 肌肤稳定 修复肌肤 提亮肌肤 还有实用性以及混搭性等等 那我这段时间呢 早晚所使用的保养顺序以及产品都一模一样 那化妆水的部分则是这个 兰蔻的极光水以及亚诗兰黛的原生露樱花青银版 接着呢我会各分别使用 兰蔻的小黑瓶有三八字这边就是使用小黑瓶 另外一边的话则是使用全新的小棕瓶 最后呢就是使用加丹尼尔的这一个星叶球霜 那日子也过得真的是很快 我实测这两罐精华液已经过了完整的一个月了 那接下来我会用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使用这些保养品的一个记录过程 经过这段时间呢我已经等不及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两罐精华液使用起来的感受了 那我会依照影片开头跟大家讲我挑选精华液的时候会注重的几个面向去跟大家一一的分析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质地以及吸收力的部分 可以看到兰蔻的超未来基因复活露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水感 也很好推开给肌肤就是一个很水很清透的感觉 那你轻轻按摩呢就能快速吸收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 而且在脸上呢吸收的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我觉得给脸是一个非常没有负担的感觉 再来看到亚世兰黛的特润超导全方位修护露 它的质地相较于小黑瓶来说是偏滋润浓稠的 需要花多一点时间才能完全吸收 所以相对的在脸上你需要多花一些按摩的时间才可以完全的吸收 所以以吸收力来说呢我觉得是小黑瓶胜出 因为它的吸收速度真的很快 那质地来讲呢其实我比较难去评论说谁胜谁负 因为毕竟每个人对于质地的接受度都不太一样 那我个人啦是比较偏爱小黑瓶 因为这样的质地其实对于各肤质的人接受度其实都比较高 在于夏天用呢也比较不会有负担感 但我有朋友非常喜欢小棕瓶的质地啊 以及擦在脸上的感受 搭配其他精华的话也需要多一点的按摩时间 所以呢这部分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再来这一点应该是非常多人在意的就是保湿力 没错我也非常在意这个点 那接下来呢我就会使用这一个 一个肌肤检测仪呢来实测我的肌肤保水力的状态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画面是我拍影片前刚洗完脸 在完全没有擦上任何保养品的时候检测出来的数据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半边脸的数字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但是呢整体数值其实已经算是非常不错 我只能说我这一个月使用下来啊 肌肤的状态保水力真的提升非常多呢 接下来我就会开始我的基本保养程序 我会先擦上化妆水 然后各半脸擦上我的精华液 那因为我要检测所以我就没有要擦上乳霜咯 那经过我刚刚前面拍片的这段时间 我们就来检测一下肌肤现在的保水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黑瓶这边 看一下肌肤的保水力是不是有整个提升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小棕瓶这边 哇数字也是有提升耶 这两罐是差不多 而且都有能维持一定的保水力 所以不要看说小黑瓶它的质地是比较轻盈的 你就会比较担心说它的保湿力不足 不会的 肝肌你也能放心的使用 接着是稳定性以及修复性 这两个部分比较难从影片以及照片中看出来 它比较偏向是感受的心得 但是呢我不得不说 我在使用这两罐精华液的时候呢 是正值生理期前 加上那段时间我就是先停用小黑瓶嘛 我就是完全没有使用任何的修复抗老产品 所以皮肤一整个下来就是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会有泛红 那我开始使用这两罐精华液并实测记录之后 就有发现 肌肤变得比较稳定了 而且粗糙感就有消失 虽然那个圣底痘还是在长啦 但是呢至少就不会让皮肤变得不稳定 它的状态就会维持 所以整体对于肌肤的稳定呢 修复其实是非常有感的 那至于改善泛红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一开始啊 我的脸颊跟鼻翼 尤其是鼻翼泛红的真的非常明显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实测呢 我使用小黑瓶的这半边脸的泛红改善非常多 尤其是鼻翼的地方最为明显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小黑瓶其实是可以改善肌肤比较泛红的问题 但是小棕瓶的话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感受了 那长时间使用下来 我觉得肌肤嘛都有变得比较滑嫩 而且比较细致的那种感觉 这个部分呢大家在摸皮肤的时候就会很有感 那提升肌肤光泽度的部分呢 其实我是有感的 可以看到我整体的肌肤是比较透亮的 左右半边脸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就知道说这两罐呢 都是可以提升肌肤的光泽度 接着呢就是毛孔问题 那我就会用照片呈现给大家看一下 在使用小黑小棕之前靠近我脸颊 鼻翼那边的毛孔 是不是有比较清晰可见 就是非常的明显 那在我使用一周之后呢 其实两边对于毛孔都有改善 那两周之后就有差异了 擦小黑瓶这一边的毛孔变得比较细致 而且范围有稍微往内的感觉 这真的是我不记录我还没有发现 照片一比对之后马上就看出来了 那另外一边使用小棕的部分 两周之后其实就跟第一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就可以知道说这两罐对于毛孔改善的问题 其实都有 只是小黑瓶略生意愁使用起来更有感 再来说说实用性的部分 我觉得小黑瓶啊 它对我来说实用性比较高 因为它是一年四季 我都可以使用 夏天用起来就是一个比较轻盈 没有负担的感觉 那冬天如果你怕不够滋润的话 你可以使用一管半到两管的量 而且早晚都能使用 妆前用你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滋润 那使用的年龄层我也觉得比较广泛 一路从大学生到熟灵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妈用完也觉得很有感 她来跟我要说 诶你还有没有多的小黑瓶可以给我啊 我也想说 中年轻到了自己买 那这个小棕瓶呢 我会比较推荐在秋冬的时候使用 因为在比较闷热天用的话 肌肤会有一个太滋润的感觉 而且在妆前使用的话 你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按摩才能完全吸收 也比较推荐在25岁以上的人 在开始使用 没错就是我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啦 因为我觉得其实肌肤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 是不太需要用到这么这么滋润的保养 如果你的肌肤状态其实维持很好 你30岁以上再用它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使用这两罐精华液的感受度每个人本来就不通 欢迎在底下留言说你的肤质以及状况 给看这支影片的人做一个参考哦 再来就是混搭性 这两罐精华液呢 都可以加入你手边比较干的粉底里面做使用 所以我觉得以混搭性来说这两罐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加在比较干的粉底里面 也可以提高底妆的服贴度哦 以上的分享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肌肤状况啊 想要改善的问题去挑选产品 那如果你真的是霹雳无敌超级大干肌的话 我会推荐你使用这一个雅士兰黛的全新小棕品 那如果你是比较一般肤质想要使用的话 我觉得兰蔻的全新小黑品会更适合你 再来我觉得小黑的使用时机年龄会比较广泛 不论季节或肤质 小黑品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很适合周年庆的时候补货囤货 就跟我一样周年庆一定要大罐的买起来 今天以上呢就是分享这一个蓝蔻的超未来基因复活路 以及雅士兰黛的特润超导全方位修护路的心得分享 希望可以给大家在于选择精华液上面多做一个参考 那未来如果有人问我说 诶这两罐精华液到底哪一罐好用的话 我就可以贴这支影片给他看了 那看这支影片大家如果使用这两罐精华液 还有任何其他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底下留言 那也提醒大家说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一个参考 实际适不适合呢建议大家还是领取试用包 使用之后最准哦 如果想看到更多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穿搭还有更多生活动态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哦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 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可以点上面这个圈圈 以及开启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支影片咯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